老公 我求求你了不要离开我 我现在一无所有了我都没有你 我答应你的东西我努力挣钱给你了 我求求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 还好久不见 我当初真瞎了眼看上了你 就好对我尊重点 怎么说你两句不乐意啊你 大家好视频开头一幕哭得梨花带泪的女主 就是我们今天视频的女主 她到底做错了什么事情 要这样的苦苦求得老公的原谅 我们接着来看 原来妻子小乐是一家公司的白领 家里养着无所事事的丈夫 要说小乐也是瞎了眼 才能嫁给她 这样的男人只配过一辈子双十一 好了言归正传 小乐所在的公司破产 所以小乐失业了 这天丈夫回到家看见小乐在家 没去上班 不管三七二十一 就责怪小乐不出去挣钱 说着就拉着小乐要去喝西北风 我想说了 你想多了 这年头西北风都不够喝的 妻子失业不但不关心 而且还追着妻子要笔记本和手机 就这样的老公 换作是我 早就上手挠花她 挠得她妈妈都不认识 如果换在屏幕前的你 你会怎么做 留言我们看看谁的最后 最气人的是 丈夫既然说小乐是桑门星 把好好的一个公司给干倒闭了 小乐沉默不语 就是小乐失业这个导火线 丈夫彻底点凿了 这样就有理由离婚了 外面的女人马上就能转正了 老公 我求求你了不要离开我 我现在一无所有了我都没有你 我答应你的东西我与我努力挣钱给你们 我求求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 不是你能不能不哭哭咧咧的我冲你这样我就烦 收起你的眼泪 把你所有的东西都收拾收拾 在我回来之前我会想再看你 我看你 你浑身是伤疤 你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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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在想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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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長 終於知道愛不由是吧 怎麼擁抱他終究又飛翔 起海口心也想帶釋放 這臭娘們總算是走了 哎呀 寶貝 喂 親愛的 我家那個上門行終於走了 你過來呀 我不去 來吧寶貝難道你不想我嗎 不嗎不去 哎呀寶貝來吧求求你了 好吧 看在你這麼聽話的份兒上 我一會兒就到 真的是個渣男 這老婆前腳剛走 三後腳就跟上了 真是不知廉恥 哎呀寶貝 你來了 新年的時間很快過去 當初那個在老公面前 抬不起頭的小樂 憑著自己出色的表現 現在混成董事長了 這要感謝當年的拋棄真 才成就了現在的小樂 這天公司的秘書 拿來面試人員資料 小樂 發現名單上寫著前夫的名字 當然還有 當初前夫拋棄他 而去找的富家女 感覺真好笑 當初你看不上我 現在卻要來我手底下上班 當初你對我不仁 現在休怪我對你不義 小樂吩咐秘書 拿來一套綁結婚 他要好好和他們玩玩 好戲馬上開始 我們盡其期待 年薪百萬 絕對不是問題 到時候 我們就能結婚了 據我所知 龍騰集團 跟大哥有合作 有大哥照著我 我怕啥呀 親愛的 你們真厲害 最棒的 走 這是你要我準備的衣服 好的 你去忙吧 哎呀親愛的 這公司可真大氣 哎呀親愛的 快看看 這是誰呀 那不是你前妻嗎 今天呀 咱們好好順順順的 哎呀 哎呀 親愛的 快看看 大雷 好久不見 對 還好久不見 我當初真瞎了眼 看上了你 哎呀 不是 不是 你笑什麼呀啊 瞅你穿著窮酸樣吧 我告訴你 我親愛的 可馬上就是這家大公司的經理了 周總會不會有事啊 看吧 我告訴你們 你們 他 就好對我尊重點 怎麼 說你兩句 不樂意啊你 小樂當然不樂意啊 說你兩句你樂意聽啊 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 現在的小樂 已經不是當初任你們欺負的小樂 這都警告你們 對他客氣點了 可是你們就是不聽啊 就想做 那就別怪小樂不人了 你至於這麼心腦嗎 我告訴你 他是 看到 沒錯 我就是這家公司的寶劫 哎呀親愛的 你給一個臭寶劫 這什麼話呀 我就是幫你教育一下他 連公司的領導都不尊重 這還了得 你們兩個人到底想怎麼樣 這還用問呢 三人家一個臭寶劫 給我們道歉呢 你們欺人太深了 雖然我是個寶劫 但我也是有罪眼的 那我和你們道歉 不可能 我告訴你 他可是一家公司的大小姐 你說話給我 住一點 大小姐 怪不得你說話 這麼馬後無理 馬後無理 我有馬後無理的機子 一個臭 兩個號碼 哈 親愛的 被打得到 你债 好太多了 沒事 一會兒 給他們好受 哎 臭寶劫 你們董事長 在不在 那你们感觉 我像董事长吗 啥 你是董事长 你要是董事长我就是玉皇道帝 哼 这是我今年 听到最好笑的笑话 哈哈哈哈 就你这样的还董事长呢 我看你好像跟大辣场 辣场 快说我们赶时间你们董事长在不在 董事长啊 在 就在里面 我说你的小伙节 哪这么没有眼力见呢 还不赶紧带我们过去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幸亏小乐当时离开了这样的扎门 要不然真是到了八辈子的门了 摊上一个这样的男人 看看他们这个嚣张样 当时大雷就是看上了附加女的钱 要不然怎么可能和附加女在一起呢 我们跟随镜头一起来看 接下来小乐是怎样收拾她的 哦 老哥 这董事长的大办公室真好啊 七八 哎呀 这大少啊 真烂 干我家俩大了 你们两个 这样在董事长办公室 不合适吧 关你屁事啊 就是啊 你一个公司的小宝杰 管那么多干什么呀 虽然我只是个小宝杰 但我也是这个公司的一员 请不要看不起我 小宝杰 我告诉你 这个位置 早晚是我家大雷的 亲爱的 低调低调 一会啊 让董事长听了 好 大雷啊 你要相信你自己 相信你自己的实力 你当上董事长 那绝对不是梦想 嗯 嗯 咳咳咳 真把人当你们自己家了 秀恩爱 也不挑个地方 不是 怎么着 你羡慕呀 嫉妒啊 是不是特别恨呢 一开大雷 你是不是肠子现在都毁青了呀 我呢 见过不要脸的 但是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 你 你敢说我亲爱的 咋的呀 几年没神 你是不是又皮痒了 亲爱的 不着急 以后你在这上班有这时间收拾 不着急 以后啊 慢慢收拾的 对了 董事长这办公室 这么气派 那我的办公室也不能差了 走 带我去看看 你的办公室在楼下 跟我走吧 这就是你的办公室了 嚣张女看见这样的办公室 直接就炸了起来 她这么尊贵的身份 怎么能坐在这里办公呢 这简直就是拉低了嚣张女的档次 瞬间不愿意了 什么 这地方 这不扯大了吗 什么 你就让我们家大梅 在这小坡地上办公 连个办公室都没有 总经理的办公室现在正在装修 哎呀 哎呀 这啥呀 这也太贵了 这不行啊 坏 你赶紧给我们家大雷 亲爱的 别跟那小宝姐废话 咱们走 臭 哇 董事长 他们这样对你是不是有点太过分 我呀 就是想陪他们都玩一会 秘书 等一下去公司群里通知一下 别说漏嘴了 我陪他们好好玩吧 好的董事长 媳妇 还是这个办公室好 就是 还是这个办公室好 亲爱的 有大哥照着你轻轻松松 就能当做做这样子 还能在董事长的办公室里办公 就算是有大鬼的关系 我也不能挑 你放心 我早晚把董事长的妹子 马下 哈哈哈哈哈哈 你是在精神病院跑出来的吗 竟然敢说这样的大话 还要当董事长 抬头看看 漫天变野都是你吹的牛在飞 秘书拿着录好的视频给小乐看 小乐会怎样处理呢 我们接着来看 什么 他们坐在我的办公室 还要抢我的位置 他们在我办公室 走 我们去办公室 你们说什么呢 说什么关你批事啊 臭保洁 进来不知道敲个门吗 这可是董事长的办公室 对 就是 有没有点素质 信不信一会我就开除你 你做梦的吧 在这个公司 还没有人能开除得了我 不是 你个臭保洁 还无法无天了是不是 啊 你 我告诉你 你们董事长不在 我家大雷就有权利开除你 你这还没有上任呢 就这样无法无天了 我们总统长在任的时候 也没你这么高调啊 不是你算是个什么东西啊 我呀 就是个秘书 今天人是部经理 你一个小小的人是部经理 就想管我 你是不是不想干啊 除了董事长 他有权开除 认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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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 这可怎么办呢 放心吧 我来公司之前调查过 公司根本就没有这条规矩 哎 亲爱的 你发没发现 这个小竹馆 对这个臭宝洁 好像还挺尊重的 哎呀 放心吧 就他们 能把我们怎么样啊 也就这个副家里还有点脑 怪不得能把拜金男留着身边 一切都是套路啊 但是大雷就是不上心啊 就他这个前妻 他就是一个臭宝洁 还能把他们怎么着了 一会你们就会知道 能把你们怎么着了 金董事长的办公室要敲门 脑袋是不是金菜花呢 宝贝 一生气哦 气坏了身体 不值得 反正他们在公司也是最后一天了 挺自觉呀 四只伯伯都带来了 看好了 这就是你要的文件 不是 你怎么跟我说话呢 啊 黑龙 你没事吧 你们太过分了 不是要找董事长吗 那我现在就告诉你们 我 就是这个公司的董事长 什么 你就是董事长 董事长 董事长我错了董事长 亲爱的 你干什么呀 你个臭宝洁 宰话吹牛逼你也先 也对 从你这样 也不像董事长 你个臭宝洁 今天你不从人爬出来 看我怎么收拾你 陪你们演会儿戏 还真入戏了 你等着我现在就给你哥打电话 我看你能销量多久 还给我哥打电话 你怎么不看看你什么身份 你行啊 你快点来公司一趟吧 你妹妹呀 都快把我给开除了 什么 行 等我吧马上过去 好 你赶紧过来吧 哈哈 今天你要真能把我哥叫来 我从这爬出去 那你今天是爬定了 和你在一起这么多年 你什么德行我还不知道啊 别往自己脸贴紧了 一会 我让你好看 我告诉你们 现在的我 可不像七年前那么好欺负了 对对对 刚才 你不是给他哥打电话了吗 人呢 咋还没来呢 天要让你亡 必先你狂 现在的你有多狂 一会你就会有多卑微 你就等着后悔吧 我算是听明白了 将来有一天 你当了董事长 连他哥都不放在眼里了 对了 你刚才说什么 我没听清楚 你再说一遍 再说一遍又能怎么样 等我当上的董事长 任何人我都不放在眼里 是吗 要大哥 大哥 闭嘴吧你 大哥 哥哥 你怎么来了呢 我怎么来了 我又再不来 你俩都得给我闹翻天了 到 董事长 我知道你的为人 一定是他俩做的不对 我带他俩 向你道歉 道歉呢 就不必了 这是你们的家事 他们两个就交给你了 你俩在这站干什么呀 过来 董事长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就看在我哥的面子上 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 董事长 你不用给我面子 有你这句话 我就放心了 哎呀 老婆不不不 赵总 你看在我们过去的情分上 你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现在真的不能没有工作呀 如果我没有这份工作 我就废了 情分 你这样的人 可以谈情分吗 帮我求是大哥 哥 哥我指导错了 你帮帮我 你帮我求救赵总 求情 你俩干的是人事 你俩还在处干什么 还不先丢人吗 昏 等一下 大雷 我呢 得感谢你 如果没有你 就没有我的今天 我告诉你 三十年何董 三十年何喜 永远 不要狗人天地 好了 本剧到这里就结束了 有一句话 是这么讲的 人在做 天在看 少做恶事多行善 没有谁的尊严 是被别人无情的见他 不是别人给你计较 而是你不碰了别人的底线 这样的结局你还满意吗 我们评论区一起探讨一下 结尾我做的生命 所有故事纯属虚构 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以上所有都是影视的需要 大家一定一定一定不要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